一名身穿御服的少年偷偷跑出了集中营 他在树林的一片空地埋下了一个盒子 可随后他就被纳粹党卫军发现了 少年也被抓回了集中营 这是2023最新影片《道一有道》 一个秘密组织 盗取二战期间被纳粹掠斗的艺术品 一个黑衣人顺着绳子爬到窗外 熟练地拆掉玻璃打开窗户 然后溜进房间想要打开保险柜 却被一副名画深深吸引了 他刚想拿走那幅画 房间的灯突然亮起 老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黑衣人只好摘掉了头套 竟然是个女孩 女孩叫做安娜 老人也并没有报警抓她 反而讲出了名画的来历 安娜也认出老人手腕上的纹身 那是集中营里烙印的编号 老人叫约瑟夫 年幼时就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 他就是埋下那个盒子的少年 也是为数不多活下来的人 看到姑娘他很高兴 因为终于等到他需要的人了 他要姑娘加入他的组织 转眼很多年过去了 安娜早已长到很多了 也一直担任约瑟夫 创景的偷盗组织的负责人 虽然约瑟夫早已去世了 不过安娜并没有忘记约瑟夫的愿望 盗取那些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 还回应该属于他们的地方 不过组织里的老家伙们 却不愿意再住资金供应安娜了 他们几乎都是约瑟夫 在集中营的育油 也是从小就被关进集中营 直到被救了出来 但当安娜拿出约瑟夫 曾经埋下的那个盒子 老人们也想起了往事 他们也答应再次资助安娜 盗取那些被掠夺的艺术品 安娜已经查到四副名画的下落 其中就有约瑟夫以前的那张画 安娜也和助手艾迪 去找这次行动需要的人员 第一个便是黑格妹 也是艾迪的前女友 这娘们 这丫头水平高超 乳契安全部门的系统 也是分分钟的事 在安娜和艾迪的劝说下 黑格妹还是同意了加入他们 一个交丧彪的德国商人 试图建立第四帝国 黑格妹需要入侵丧彪的公司系统里 找到名画所在的位置 并可以随时解除并拦截所有警报 不过前男友离得有些近 这让黑格妹无法专心一致 浑身还有些发烫 黑格妹很快就查到名画 都在公司的保险库里 而且有六名守卫全天轮流站岗 安娜只能再去找相对应的人员 她直接找到了开索杰 开索杰的技术非常专业 目光有备案 开索害贼快 听说是最新兴的保险柜 开索姐一下就来了兴趣 当场就同意加入 艾迪则去找一个身手了得的同伴 需要她对付那六个守卫 看着小青年 飞檐走壁一看就是跑步高手 分分钟就摆脱了后面的追赶 不过艾迪要找的并不是他 而是后面想要动手的这个男人 男人叫功夫哥 从小就爱看功夫电影 在里面也学了一招办事 人员已经陪齐了 下一步就是拟定道歉计划 关于怎么对付开索的问题 功夫哥声称他一个人就能摆平 不像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没想到黑客妹伸手也是如此了得 犯来犯去就将功夫哥搂在怀中 一切准备就绪 为了确认保险库的准确位置 黑客妹乔装打扮 看看是否能在丧彪那里套出什么线索 女人浓妆艳抹身着清凉 独自走进酒吧的大门 丧彪的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 没想到随便喝点小酒 还能看到这么辣的妹子 黑客妹本想找来好友 套一套丧彪的话 可丧彪却不中招 并没有套出保险库的具体位置 安娜决定不再等了 根据黑客妹查到的大概位置直接行动 艾迪带着三人进去盗取名画 而安娜负责在外面关闭监控系统 出现突发事件的几人援助 深夜四人戴好面具 当安娜关闭监控后 他们立刻开车进入地下停车场 进入公司大楼后 几人分别行动 搜索保险库的位置 黑客妹先到监控室 更改了监控装置 始终是固定的画面 一个看守却刚好返回 黑客妹只能先藏在监控室 凯索姐和功夫哥发现了一道被锁上的门 凯索姐负责开锁 而功夫哥需要解决掉准备上来的两名看守 两人也真是挺将 一声不吭就跟功夫哥埋头苦干 哪怕打个格估计也有人能发现他们 两人也毫无悬念地被纷纷打倒 另一边黑客妹也等不下去了 当看守向他这边走来时 他直接跳进了对方怀里 看守当时就给整蒙了 现在都不塞卡片直接上门服务了吗 两人近身缠斗了一番 最终还是黑客妹拿电话砸晕了看守 终于找到了保险库的位置 安娜通知所有人到那集合 下面就是凯索姐的个人秀了 不愧是被关的凯索小能手 其他人指出回头的功夫 凯索姐就打开了保险库 可当大门打开后 兴奋的几人差点被过气 里面竟然还有一道闸门 没办法了 凯索姐只能使用高科技了 他拿出了一把手锯 后面两名看守也发现了几人 两人同样是不声不响 上来就干 我也是敢确定大楼里是真没有别人了 就在这么嘈杂的声音下 几人还是成功打倒了看守 并锯开了那道闸门 里面全是丧彪的珍藏之物 不仅有各种名画艺术品 点笼子里还有数不清的金条 艾迪收走了四副名画 功夫哥却对那些金条蠢蠢欲动 可安娜吩咐过几人 他们只偷话 不拿其他东西 但功夫哥还是偷偷顺走了一顿 丧彪也在监控里发现了不对劲 他很长时间没看到看守人员了 他已经让手下回去查看情况了 双方也开始遭遇了 功夫哥的确身手不错 瞬间就摆脱了两名保镖 黑格梅和艾迪连手下 也干掉强壮的光头保镖 可开索姐逃跑时 手臂却中了一枪 跑往地下停车场时 黑格梅又遇到了一名女保镖 两人势均力敌 打的也是平分秋色 随后还是黑格梅施展出绝技 一拳将女保镖击晕了 几人好不容易逃到地下停车场 一个拿枪的保镖却拦住了他们 危机关头安娜及时出现 帮他们解了围 可惜离开时 不得已打死了那名保镖 安娜所在的组织不仅进枪 也严禁伤人性命 违反这个条例 他们不会提供任何资金援助 几人也产生了分歧 以功夫哥为首 他只想拿走他的那份报酬 如今组织不提供资金 他只能自己想办法 不过艾迪要跟着他 防止他拿走背包里的名画 功夫哥在黑时出售了金条 趁着艾迪不备 又甩开了艾迪 他竟然背着安娜联系了桑彪 想卖掉他背包里的名画 一边递给桑彪背包 一边解释杀死桑彪手下的是安娜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桑彪却一脸诧异 他的手下并没有任何人挂了 而当他打开那副名画 那竟然是个艳品 不仅偷走了自己的金条 还拿个艳品来糊弄自己 功夫哥的下场也是凄惨无比 原来艾迪在功夫哥偷金条的时候 他就已经调换了背包 安娜打死的那名保镖 也只是安排好的演员 他早就猜到功夫哥会返水 安娜将名画捐给了博物馆 又将约瑟夫一直珍藏的小盒子 也同时交给了负责人 里面是纳粹抢夺的那些艺术品 虽然是所有权的文件和署名信 而安娜他们也将继续 组织给他们的下一个任务